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搭起了跟家乡联系的桥梁 此外 桥委会还担负着 推广以及维系中华文化的工作 同时也利用累积丰富的经验资产 来协助推动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工作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 我们中华民国桥五委员会的大家长 吴英毅委员长到节目当中来 一方面要跟所有的朋友们拜个早年 同时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桥委会在去年的工作成果 以及未来的工作展望 我们先来欢迎他 委员长你好 主持人好 是 那么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够邀请委员长到节目当中 那么我想春节快到了 这个春节应该是所有海外侨胞们 很重视的一个节日 是不是先请委员长 跟我们来这个分享一下 在春节期间 那么不晓得桥委会 是不是在各地有一些特殊的 宣委侨胞的活动 同时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在今年 桥委会是不是有一些重点的推动工作呢 对 这个首先 今天因为是新年快到了 跟所有的海外侨胞们先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活动其实各地方都调色 一颗梅花 两颗梅花 三颗梅花 这样来评比 这个比较难 但是我们希望台湾美食标章 能够在海外来推广 美食标章不是要推给我们台湾人 看的 美食标章 完了以后我们希望如果是在泰国 我们希望在泰文 或者是在美国用英文 再来推台湾 在那个什么地方 有台湾的美食 这个三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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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是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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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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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电子炉 电子炉是这个容器一定要铁皮做的 那放在里面它才有反应 那会溶掉 溶掉之后啊 不要高温 它大概是80度就溶了 是 溶掉之后啊 我们标本盒啊 这个每一边啊 倾斜 倒进去 让它 凝固之后 再灌 其它 三面 那这样啊 蝗虫 同时啊 也缓这个 缓 缓 水气 湿气 不是 它是没有吸收水分的 不过这个 成分啊 就是 免疫性啊 不容易产生的 产生 就这样就完成了 因为台湾湿气很高 所以 一般 比较重要的 就是要放在 这个干燥箱 干燥箱里面 那 普通 保存的话 如果 这个 这个表本盒 里面啊 有这个耐丸 成分的话 大概 可以维持 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那 密闭 就是关 不要打开 打开的话 就是 湿气啊 或是 黴菌啊 还是会长的 是这样子 那 我们知道 就是说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大家最烦恼就是蚊子很多哦 哎 这个博士是不是要教大家一下 怎么样 让这个蚊子少一点还是 有效的来灭蚊 是怎么样的方蚊 呃 是这样的 这个 全世界啊 蚊虫大概有三千多种啊 嗯 但是实际上啊 在我们一般生活里面啊 会遇到的 会吸人学的啊 大概在台湾的话 大概二十种以内啦 二十种以内 就不多就对了啊 不 种类是不多啦 但是这些种类啊 嗯 因为跟人生活在一起 嗯 也就是说 人制造 呃 滋生源 让他滋生 哦 也就是人自己养蚊虫 来害自己啦 哦 所以就是说 家里面的 呃 家内 家外的 嗯 这个 容器积水啊 嗯 蚊虫都会滋生的 哦 这些啊 不要制造这个滋生源 嗯 还有下水溝啊 如果没有流通的话 啊 堵住的话 会产生很多 晚上叮咬的 哦 那么蚊虫有晚上叮咬的 嗯 有的白天叮咬的 那么有的是黎明 还有这个黄昏时刻叮咬的 哦 都种类 由于种类的不同啊 嗯 它的习性也是不同 哦 所以就是说蚊 平平灌灌 平平灌灌 积水啊 嗯 资深的蚊子大概是白天吸血的 哦 平平灌灌主要是白天吸血就对了 哦 那所以这蚊子还有分各种型的 有的黄昏出来咬人 有的是夜里在睡觉的时候咬人 是这样子 哦 都不同种类 不同种类 哈哈哈哈 是是是 哦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一下啊 这个博士也帮这个我们的友邦啊 圣多梅普林西比 呃更绝了这个瘧疾嘛啊 这部分要不要分享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 呃方法让他们能够瘧疾有效的控制呢 好 嗯 是这样 这个我们台湾啊 过去也是啊 瘧疾很常劫的 嗯 啊 不过我们在1969年啊 啊 就把它啊 啊 这个灭绝了 嗯 台湾的瘧疾已经 1969年就灭绝了 那个时候我也参议这个啊 啊 啊 这个防制啊 啊 活动 嗯 当时台湾是用DDT啊 喔 DDT打在室内的币面上 嗯 让它留在币面上 喔 大概成分是 一平方公尺啊 嗯 两公克 成分 那么这样啊 一年只要打一次的话 可以维持一年有效 但是后来啊 1970年代啊 开始啊 DDT是禁用了 因为美国有一位女性作家 写了一本 宁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 这个就是说 DDT广泛应用在农业啊 就害死很多 这个 育虫啊 或是鸟类啊 因为 目的是 杀在 要杀死害虫 那么害虫死了之后啊 这个鸟啊 鸟类去吃啊 吃了鸟就死掉了 所以啊 宁静的春天就是显示啊 领虫 皮